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小马学经济的第四课 今天的标题 大家请看联合国的分子钱 对 今天咱们就讲讲联合国 大家都出多少钱 都占多少个比例 好 那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咱们看一看 世界上每个国家每年都给联合国交多少钱 首先咱们先普及一个概念 什么是联合国 我这总结出一个概念 给您念一下 联合国 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 是由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 在1945年12月24日 二战刚结束 在美国的旧金山签订生效的联合国宪章 来标志的联合国正式成立 从那天开始 大家都嫁入联合国了 希望不要再有战争 接下来联合国的总部 设在美国的纽约 目前有193个成员国组成 其中亚洲39个 非洲54个 现在进步交会费的 东欧独联体28个 西欧23个 拉美33个 北美大洋洲16个 包括其他的一些两个观察国家 凡几岗巴勒斯坦 好吧 这是大概的联合国的成员国的组成的形式 有争议的地区 我没有给您列出来 另外联合国 咱们大家都知道 我常常理事国 美 俄 英 法 中 然后常文的语言 英 法 俄 汉 阿拉伯语 西班牙语 最近朝廷凶的就是说 非要把日语也嫁到联合国的工作语言当中去 结果给否了 还是这六种语言 没有问题 OK 这是联合国的基本概念 给您介绍完之后 咱们先看看 今天我给您准备的数据 都包括哪些个国家 因为全世界这么多国家 我不可能都给你列出来 对吧 咱就列几个您都关心的国家 比如说 美国 中国 日本 德国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巴西 加拿大 包括俄 包括俄罗斯 他们都占联合国的交钱的比率是多少 今天我给您列出的数据项目是 大家请看 一个是分担比 每人 比如说我交十一美金 对吧 那我交十一美金 占联合国所有的成员国的费用的百分之多少 对吧 这个您得知道 然后呢 每个国家分摊的额是多少 好不好 咱们马上开始哦 大家请看 这就是我给您总结出来的数据 大家请看 过去的这几年间 我给您做了一个比例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 咱们先看一下 2019年各国家应该负担的比例 这个地方我给您列出来一个 以千美元计算的数据 这个不好看 没关系 我呢给您整理一下 跟上戏一样 我给您整理一下 咱们看下一张图 大家请看 2019年各国家都要交多少美元呢 大家请看 美国 2019年的联合国的负担额是 6.7亿美金 中国 3.7亿 日本 2.6亿 德国 1.9亿 英国 1.4 法国 1.4 意大利 1亿 然后巴西 9千万 加拿大 8300万 俄罗斯 大家请看 俄罗斯这么大的国家 博土这么的广阔 结果他的负担额只有 7300万美金 大家请看 为什么日本都说 我的日语 为什么不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 大家请看 他交多少钱 日本给联合国会费 每年交 2.6亿美金 所以说 日本心里很不平 对吧 平什么 我不是这个 我的语言 不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 对不对 好 看完这个金额 还不算 咱们看看 他们分别占的比例 大家请看 美国打2010年到2021年 他占的比例是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都是占联合国所有全国会费的22% 好吧 然后咱们再看中国 中国非常重要 从2010年占的3.2% 慢慢的再增加 1315年变成5.1% 1618年7.9% 现在这个三年的计划是12% 大家请看 中国在联合国占的比率越来越高 这就是话语权 对吧 就好比咱们一个家子 一个家庭 对吧 赚钱多的人肯定说上句 对吧 意思一样 我会费交的多 我就要说上句 但是美国一直交就不少 对吧 所以导致最近的特朗普 不太想给联合国交会费了 好 咱们看 日本一开始 大家注意看 日本一开始 担当联合国会费的12% 现在在逐年递减 对吧 咱们看看这张图 你会发现 逐年递增的 也就咱们中国 对吧 其他的国家的变化都不是很大 然后出现 日本出现递减趋势 美国看起来 也要出现递减趋势 这个非常的可敌节目 对吧 你说特朗普说了 我的会费 我在联合国 我担当这么重要的角色 对吧 世界警察 然后我还担当这么多的会费 结果联合国的权力 或者说联合国的作用 在全世界来看 一点点的在减弱 对吧 为什么 因为是这样 以前建联合国都是说 咱们大家全球地球村 全球所有国家 咱们一起讨论问题 慢慢慢慢的到现在会发现 这个国家组团 是吧 某一个地区的国家 他们愿意变成一个团 另外一个 以美国为中心的 又是一个团 可能今后以中国为中心的 又是一个团体国家 对吧 所以说联合国的作用在消失 各个国家group 国家团体的作用再增强 所以说这个我认为不是好事 一旦有冲突 真的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有这个感觉 好 这话说远了 这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联合国 主要的会费担当的情况 对您了解联合国的工作情况 以及每个国家的话语权 应该有所帮助 好吧 OK 这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联合国的份子墙的一些信息 欢迎收看 那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